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力量与盼望 今天我们要来读出埃及记第40章 也是出埃及记的结束 在36章8到39节 摩西叫神指示 吩咐百姓建造会幕里的各样器具 出埃及记来到最后 是神指示摩西树立会幕的过程 摩西一生被拣选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 也是唯一与神面对面 神所使用的器皿 摩西顺服上帝命令 开始让会幕运作 神说正月初一要立起帐幕 这也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正好一年 事实章中的经文重复出现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摩西在神家尽忠 神如何吩咐摩西 摩西也引导百姓如何进行 表明以色列人这样做是遵照神的指示 而不是随着自己的意思 第二到十五节 上帝详细的说明 设立会幕的程序 约会是照目中最重要的器具 也是圣所的核心 是圣约的基础 是神向其百姓显现的地方 因此他首先搬进帐幕 约会里面放有两块石板 在四十章九到十一节提到 摩西用高油 摩绘墓和一切的设备 此处的高油制造方式 也记载于三十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 圣经中记载成圣这个词 以含分别为圣的话语 表明 会幕中一切的物品 都必须是最好的 分别为圣的 本来神拣选以色列名 是要他们都归于主 做祭司的国度 但因他们的埋怨与罪恶 就与神隔绝 需要设立祭司制度来做中保 这些都成了预表 预表耶稣是那真正的祭司 他不但做祭司 为人献祭代求 他还做了生祭 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做了代数 凡被他呼召的新以色列人 就是这祭司国度中君尊的祭司 为要他去宣扬那 教他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记载在彼得前书二章五到九节 正如这数节经文 在亚伦和他儿子的身上 所预表的一样 四十章十六节 摩西顺服神的命令 是出埃及记最后一章的重点之一 各项支援及一切工程制作 都是出自百姓的手 然而神单单授权给他的仆人摩西 立起帐幕 预备他的降临 三十四节记载 摩西就完了功 接着神的荣光即充满帐幕 以色列一连串伟大的历史事件 达到了最高峰 摩西的出身及他在尼罗河 被救起同为这事件的开始 也是以色列人将由埃及地 蒙拯救的预兆 从今以后 以色列人将行经旷野之路 神借会幕与他们同在 并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 弟兄姐妹 在生活中 我们是否羡慕摩西 被神拣选成为荣耀同在的人呢 在生活中 我们是否有顺服上帝的话语 教导 分别为圣 成为效法摩西的榜样 成为神国度中顺服神的仆人呢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你深知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 恳求神怜悯恩贷 帮助我们效法摩西 在凡事上 可以照着神所吩咐的而行 活出神荣耀的器皿 成为神所喜悦的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